文黄新亮最近郑爽被拍到与一位年轻男子橘子亲密,实际近和亲密偶遥,看着相当甜蜜,有网友爆出郑爽的新男友,是这就是铁甲的赛事总监。 郑爽戏面前登上了微博热搜榜首,实则六月初就有郑爽的粉丝,才中了他的新男友身份,当时就有郑爽的粉丝发帖事总监,郑爽看见了给这位粉丝留言,先发了一个表情,再称在这位粉丝感觉历史以来智商最高的版,明星的粉丝里往往有高人,凭借着他们对于明星的熟悉以及推理,总是能看出真相, 看来此次郑爽的新恋情,最初是被粉丝猜中的,不少郑爽的粉丝说,当时自己也看过这个帖子,看过之后是一联盟,他们没搞懂赛事总监,指的是哪个赛事的总监,直到看了今天的爆料恍然大悟,我们也很佩服猜中郑爽新男友身份的这位网友,不知道他是怎么猜中的, 这就是铁甲这帮网中集结了国际顶级格斗铁甲战队,比赛相当激烈后人心弦,郑爽就是其中四位战队经营人之一,而且最终郑爽成为最强战队经营人,让不少网友光目相看,郑爽的新男友正式就当节目的赛事总监,看着身材高大又凉光帅气,网友们也为郑爽的新恋情纵上了自己的祝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